如果手臂就像手挂,那么手骨群就要海枯石了,自从接触新能源汽车项目以后,四年来杨勇会化名期待着他投入的十万块能开花结果,他对美丽新世界深信不疑,本文转字方片大数据,Starter,正文公,1425字,阅读时间,四分钟,题图,主题配图, 今年来,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新能源造车运动的同时,杨勇会这样的民间投资者,则在法律的灰色地带里,追逐新能源汽车的风口,他们一边期待自己投的前早日变现,一边从事着传销的活动,拉更多的亲人朋友入局,北漂女的发财梦,2015年的一天,一位在河北燕标的同学给杨勇会打来电话, 向他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潜艇的投资项目,燕标街头的反传销标语,面对老同学的杨勇会没有犹豫,来到燕标拿出多年积攒下来的十万块钱,就这样入股了,杨勇会投资的中能东道,即中能东道集团有限公司,2014年5月注册于北京, 从事新能源汽车产品开发及汽车周边业务,自从成为中能东道的股东之后,杨勇会就经常自费跟着公司到各地开招商会,北到鄂尔多斯,南到深圳,都留下了这个女孩的足迹。 中能东道制定那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,2017年底,七夏动力电池运营平台中能国省要上市新三版,控股和入股10家拥有核心技术的新能源公司。 2018年2月,集团要上市香港主板,而从目前的进展来看,这还只是一个美好的计划,中能东道口号喊得太虚了,感觉这家企业跟跳大神一样。 一位参加过中能东道招商会的投资人表示,我们转自房片大数据,Spotter,先坑身边人的传销链条,为了买回那十万块钱。 我们不得不拉新捧好友过来,让他们也投资新能源汽车,杨勇会坦言,上了这条船,就下不去了。 一位证券从业人士表示,原是股片局层出不穷,投资者只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,险战证券交易所,以及承担新三版交易结算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,这三个公开市场买卖股票,采受法律保护。 其他形式都属于私下转让。 换言之,这类已出售原始股,为学投资企业涉嫌非法集资。 中能东道原发布招商优惠政策,单比投资一百万以上,配送中能万元百分之一百元是股权。 然而,更严重的问题是,这部分投资人并未签署任何协议,杨勇会极属此利。 我的钱现在肯定退不了,股权只能转绕给别人,坑后面进来的人,我们也都是找些亲朋好友,这样才能收回投资。 杨勇会说道,苦苦坚守却出头望,大家都在撤退,杨勇会却选择坚守。 中能东道与资公司绿池汽车的关系水落石出,中能东道的集资方式充满争议,再加上其他车企的激烈围剿。 中能东道的投资者收回投资的希望几为渺茫。 如今,杨勇会被拉扎了中能东道,绿池汽车的资本战车,二者混绑在一起,这个追风的北漂女投资人,赔上了青春,赔上了时间,踏上的却是一条不知何时能回家的路。 中能东道员工的字白书,中能东道员工告白书,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将传销诈骗作为重点经济案件进行打击。 中能东道不断更换着自己的公司名称,从东方遇到,甚是混联,中能办员到中能东道,绿池汽车,这一场为15年甚至更久的新能源汽车传销诈骗事件,终于要完全地浮出水面,按文转字方片大数据。 Petoria,前后参与绿池汽车传销的人员超过10万人,集资诈骗款超100亿,堪称国内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传销诈骗案。 这将精神提醒,新能源汽车,涅汉电池,接感谢化炉,原始故,众筹集出多热调概念于一体。 新趋势加新模式,直销加系统差业化,可谓来势汹汹。 一个房地产公司也来做新能源项目,这究竟是一个快速发财的机遇,还是精心扑设的局? 纵观这些项目,无非是拉大骑做虎皮,的有益杰作。 高收益,高回报项目,只不过是非法集资,第一种化汤不换药的新手段,值得引起大家的高度景气。 你看他的力,他图你的本,一大平台评论,你将血本无归。 内容防骗大数据,综合之间竞争,第一直销网,彻此明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